大家好,歡迎收看冬亡期趣節目,我是Amy 在冬天,連起床都很困難,還要無寒風上班 大公仔難免有怨言 不過誰敢像以下這個美國記者一樣 直播的時候坦白抱怨,一起去片看 美國近日受冬季風暴影響 各地出現極低溫天氣,兼納暴風雪 亞奧亞洲地方電視台體育記者吳德里 又不是要幫同事頂肩 上星期四清晨,在攝氏零下十一度的大風雪中 直播氣象報道三個半鐘 嚴世表現,意外在網上爆紅 報道期間,這個記者言語間盡是招風 表示要一個體育記者在平時起床時間前五個小時就上班 然後站在冰天雪地裡,呼籲大家不要跟他一樣亂出門 這真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約毫不卑諱,想節目時間太長 但同事的觀眾不要轉台 因為再過多幾個小時,就會見到他越來越暴躁 最後更加直至問電視台,他可不可以回到原本的崗位 又指對方將節目時間加長一個小時,只是致望他 因為報道地點跟兩個半鐘前相比,就是越來越多 又猛又質疑,這個記者不專業 其實他是自身體育主播 在攝氏電視台已經服務二十年 平時都是晚間做節目播報 所以顯然相當不習慣早起床上班 加上身處惡劣環境,而表現相當厭世 他時候上訪的時候都澄清 自己相當認真看待這份工作 告訴觀眾,不要在這麼惡劣的天氣裡出門 就是他的職責 至於這些搞笑的抱軟橋段 完全是前一天只睡了三個小時的他的真實感受 現場直播時,吐槽同事都是個人風格 可以吸引觀眾看好戲 更加容易將他要傳達的訊息聽入耳 當地一間知名動物專賣店 還特別和令明記者聯名推出一款動物 命運著鮮貨Mark Woolley 部分收益將捐給一間非牟利造席 為寄養和修養家庭提供衣服和用品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多謝收看 拜拜